大家好,歡迎來到粵語娛樂世界。 講到霍問熙,可以說是香港娛樂界一個全奇人物。 他捧紅過無數位明星,包括謝霆鋒、容祖兒、陳偉廷、 古巨基、張家輝和梁樂師等。 大家都越霍問熙有句口頭善,無聲不識捧,無危機搞不驚。 這句話導出了他在娛樂圈的影響力。 他身為一位專業的經理人,外形方面亦毫不信息, 擁有跟林青霞相似的五官。 可能有朋友會好奇,既然霍問熙這麼美, 為什麼他不選擇做明星?反而要做經紀人呢? 霍問熙原來未踏入經紀行業之前, 曾試過無特兒,拍過多達五十個廣告, 還曾經在不少歌手的MV中擔任過女主角, 後來透過一次偶然的機會, 霍問熙發掘到自己有做經紀人的潛力, 就此開始了他的經紀人生涯。 在香港娛樂界居今重要地位的霍問熙, 背後必定有令人觸目的故事, 就讓我們一探究竟。 霍問熙於1972年出生於香港, 真名霍寶珠。 家中有八位兄弟姐妹, 全靠母親單手撫養。 父親從來未有出現過。 成長於單親家庭的霍問熙, 從小就學會自立。 十一歲起就開始幫忙母親做家務, 照顧妹妹。 十四歲那年, 因為外形與林青霞有幾分相似。 霍問熙被七兄弟劇組挑中, 邀請他出演林青霞同年時期的戲份, 從此進入演藝圈, 吸引了大眾的注意。 霍問熙至少便有著雙談的才能。 十六歲時, 有個廣告商找上他和他的媽生妹妹, 想邀請他兩拍一支洗髮水的廣告。 霍問熙當場要求的報酬是十幾萬元, 並直言對方在找他們姐妹之前, 肯定已經做足了準備。 即是他們是最佳人選模擬。 果不其然, 廣告商曾找過150對姐妹, 卻都未能滿意。 最終,他們滿意的選擇, 還是霍問熙和他的妹妹? 只好接受了霍問熙提出的價格。 這次的經歷讓霍問熙意識到 自己擁有做經紀人的潛力。 經過深思熟慮後, 他決定投身娛樂圈。 二十一歲的霍問熙進入娛樂圈不久, 就遇見了葉崇仁。 他是葉志銘的兒子。 故故是葉玉興, 而葉志銘則是飛逃唱片的老闆。 聰明靈理的霍問熙獲得了葉志銘的賞識。 同一時間, 公司的太子爺葉崇仁也對他展開了追求。 他們兩個人一起之後, 霍問熙就自然而然加入了飛逃唱片公司, 開始了他的聲探之旅。 不過他和葉崇仁拍拖不久, 葉崇仁就愛上了吳以利, 就是成龍大哥的舊愛。 因為吳以利找上門, 霍問熙和葉崇仁決定吹躲。 愛成的失落令他日日垂頭喪氣。 不過之後吳以利又鎖了葉崇仁。 逃入了成龍的懷抱, 葉崇仁就開始借酒嬌壽。 1998年12月, 葉崇仁因為酒醉駕駛意外辭世。 父親葉志銘頂不信打擊, 出家做了和尚。 特別講一題, 葉崇仁離世得兩年後, 吳以利就和成龍生了個女兒小龍女。 後面的事, 那些人都知道了。 葉崇仁一走, 葉志銘出家, 飛逃唱片無人照顧。 終於到了2000年酸攤牌。 適逢期會的楊秀成入了娛樂圈。 他低價入手了飛逃唱片, 將之塑造成英皇娛樂。 用人之際, 23歲的霍文希被楊秀成發掘, 提拔做了英皇娛樂藝人管理部門的負責人。 謝霆鋒就是霍文希手下的頭號藝人。 當時, 謝賢因為欠了一時忽錢還不到, 就將得16歲的謝霆鋒讓給楊秀成。 謝霆鋒處於剛烈半億時期, 加上是為了父親還債。 個臉上寫著, 麻煩不要來招惹我, 我很煩。 楊秀成對謝霆鋒都頭痛, 他請了霍文希過來。 這個小火真難管, 你夠膽帶他。 霍文希就淡定一笑答, 夠膽, 他們第一次見面。 連少輕狂的謝霆鋒連眼都懶得多望霍文希一眼。 謝霆鋒甚至挑釁了霍文希, 你入行多久。 霍文希說三年, 謝霆鋒一臉彼時禁出一句, 我今年16歲, 入行都16年了。 在謝霆鋒眼中, 霍文希不過就是個給自己大幾歲的小姑娘, 有什麼資格管他。 因此, 謝霆鋒經常無端端巧宮, 對主辦方搞的活動都不配合。 每次都要霍文希出面收皮。 謝霆鋒唯一喜歡的就是音樂, 他好享受在台上唱歌的感覺。 但不幸的是, 觀眾並不買帳。 人家覺得他是星二代, 純粹靠父母的名氣在娛樂圈賺食。 只要謝霆鋒登台, 台下就會一片樹腥, 甚至會有些水樽和螢光棒上舞台。 謝霆鋒心性剛烈, 怎受得住這些侮辱。 一氣之下在台上爆粗口, 摔結他。 就算謝霆鋒當時只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年, 表面上可能冷酷。 但是內心, 他絕對渴望得到呵護同愛。 霍文希正如旺角街頭溫暖的街燈, 不單只將謝小當做一名藝人培養, 更將他事如己出。 霍文希一直是他的堅強後盾。 每當黑仔謝霆鋒匿稱遇到波折, 霍小姐都是這麼鼓勵他。 外界越是看低你, 我們就要越加努力。 證明自己的能力, 縱使謝霆鋒惹上大、獲。 霍文希亦今無泛名亦流, 第一時間挺身而出, 背上責任。 記得2002年那場車禍醜聞, 是因為想掩人耳目和阿芝將柏芝的擦邊球。 阿芭趕不及選擇落腳, 打黃出走。 縱使形象一度幾近塔坑, 霍文希都厲害, 於鐵壁般的東方之珠中為他打開一條覆出之路。 而到了阿芭和阿芝別過流年之時, 霍文希的個個措辭, 更成為後來明星離婚文案中的範本。 穿過無數風箱的謝霆鋒, 終於明白到霍文希背後的艱難和他對自己的情意。 因此,阿芭打開自己的心房, 一心一意禁信賴和依賴霍文希。 是霍文希的輔助下。 謝霆鋒以《謝謝你的愛》這首金曲《公樂塔》, 成為香港娛樂界的一火耀眼聖聖。 高峰時期, 有人甚至封他為踢走四大天王的黑馬, 足淨霍文希的能耐。 直至今日, 霍文希對謝霆鋒來說, 已經不單止是經理人, 更像是家人一樣的存在。 兩人攜手走過二十多個年頭, 關係是那麼緊密,讓人不得不佩服。 就連英雄娛樂的楊秀成都讚揚霍文希, 說他是公私能力, 救令自家打敗競爭對手的關鍵人物。 當霍文希得知自己新人之時, 正直禁心無助, 但謝霆鋒意志堅定禁對他說:「你安心吧, BB生下來我來照顧, 一切有我撐腰阿婷的質言禮聲, 讓霍文希深受感動, 終於決意接受這份上天次遇的禮物。 為了未出生BB的健康, 霍文希停下所有工作, 走向小山村,安心陽胎, 他甚至戒掉了多年的嫣人。 現今,霍文希悉心教育的女兒已經11歲, 網上的照片都見到母女倆神似得不得了, 女兒繼承了他的美貌和氣質, 成為不少人眼中的小霍文希, 而就在霍小姐最需要支持的時刻, 阿婷成為了她最堅強的支柱, 她的默默付出和保護, 協助她度過一段難關。 對於有網有懷疑女的真正身世, 霍文希無多作解釋, 指笑言, 無論是將誰, 最重要是女兒健康開心, 你們對於這個話題有什麼看法呢? 歡迎大家在評論區留言交流, 我們下次的節目再會。 記得繼續關注我們, 吳見吳散。